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再也没有想去找妈妈了 但是你今天还是来了呀 那是妈妈逼我来的 我不想来 这边也是妈妈逼着我拿来的 你们说这样的妈妈值得找吗 我觉得她需要找她的妈妈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她必须得对你负责任 她作为一个母亲 她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什么事情都不管 母亲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抛起她 我相信她一生都会还这个债 还也还不清 母亲必须出现 承担起物质层面给你的帮助 可是田家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母亲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她了 那个时候离开一个孩子 可能意味着这孩子活不活下来都难说 她都可以抛得下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你说她还会回来吗 她会去承担那个所谓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吗 她可以完全的不去认她的母亲 但是她的母亲必须在物质上给予她的帮助 可是她的母亲现在也未必过得好 很可能根本也没有这个物质能力 来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呢 最关键是这个孩子现在不应该承受这么多 所以母亲的出现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在情感上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在物质上 无论如何她必须做到 她母亲在法律层面应该做的那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无论有什么隐情 她都不应该去抛弃你 我觉得这样的妈妈 你不要也罢 真的不需要她 真的不需要 父亲病重后 没有母亲的下降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夏威 萧萧的肩头上 吼 Shapiro 吼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于母亲离家的原因 夏威从懂事起就不再多问 如今病重父亲只要夏威 找到从未谋命的妈妈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那么12年前 就因贫困而抛弃夏威离家出走的妈妈 会来到节目现场吗 编导跟我说 这个孩子家里养了一头猪 是吧 但是他已经 但你有多久没吃猪肉了 有好久没吃了 就是2012年开始很少吃肉 就算有一点肉 有一点点肉我都会给爸爸吃 你这自己在家里会干点活吗 家里的活圈都是我一个人干 洗衣服 做饭 挑水 盘餐 都是我一个人做 然后我还会去山上 玩一些草药的 这上给爸爸换药 就简简单单 他们一般来说上山打一捆柴一下 因为不想往返的次数太多 一捆柴基本上都是在六七十斤左右 那还算轻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有些人只是长得像人 但是没人味 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不能称作为人 不管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都是这样对她的称作 如果她今天要是能来 我认为倒可以为自己的过去赎一赎罪 但并不代表你没有罪 十一年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算她现在来了 我也不会认她 为了爸爸 为了爸爸 我还是希望她回家看一下爸爸 你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为了父亲都能委屈求全 你说你一成年女人 你怎么可能走得无影无踪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那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 如果妈妈今天没来 你完不成爸爸的愿望怎么办 对我没有影响 对爸爸有影响 他会伤心 如果妈妈来了 但是说她不想见爸爸 她就想把你带走 我绝对绝对不会跟她回家 希望你妈妈能够来到现在 让我们一起到数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请安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在找妈妈呢 你还觉得妈妈能来呢 其实他不是不想见妈妈 虽然他也有恨 但他其实想见 要不然他不会拼命地攥住那两张相片 他不仅仅是因为爸爸来找妈妈 其实他从来没见过 他也想见 是吧 夏威 他没来 玩不成爸爸的心意 妈妈看你会伤心 夏威 你跟普通的女孩子不一样 你比普通的女孩子要坚强 按道理来说 我不应该把事实的真相 去告诉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样的话会对他造成阴影 但是我觉得 我有必要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 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们后来找到了你母亲现在的主持 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个村的时候 那个村里的人特别排斥我 知道我们是来找他母亲的特别排斥我 压根人不想让我们知道 他的具体住是在那 我们只知道是那个村 但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 我觉得有可能 是因为你母亲自己不愿意见 要不然的话谁也拦不住 都找上门了 我说这些话 你可能会不高兴 会伤心 会对母亲失望 但我必须跟你说 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这些 我这儿呢 是我们了解到的你妈妈的地址 你拿着 你怎么会带是这样的 你别说 我们在跟那个家里 认为是那些油 是没有 我再忆力 就应该得了 你自己能带 在这儿呢 有便 这儿呢 是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得的是绝症 现在已经是晚些了 很难治疗 很有可能随时都会走 你的妈妈如果不去见你 爸爸只好做一个决定 爸爸唯一的心愿就是 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 能把我们家最乖的 夏威带回家 我不想跟别的叔叔阿姨走 我只想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好好等 我只想他们好好等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 我想说如果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话 他为什么要对一个13岁的女孩子这样呢 我想求一求夏威的妈妈 我求求你来看看这个孩子吧 好吗 如果电视机前有叔叔阿姨愿意帮助你 并不一定要把你带走 只是看见你很乖 想把你认作自己的女儿 你可以接受的 那并不代表你要离开这个家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 你说呢 你要一定坚强 努力 我希望你的内心永远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别人为什么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而你要想到的是 你没有妈妈 但是你可以如此的优秀 我记得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常常会说 山里有仙女 那个时候我一直不信 但是今天看见夏威 我觉得我信了 她是那么美丽 善良 有志气 而且那么有责任感 可以照顾自己的父亲 爷爷奶奶 可以用稚嫩的肩膀承担那么多 而且当她拿到妈妈的地址 去把它撕掉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自我的女孩 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值得我们尊重了 我希望你把人生之前的那些坎坷 化作一种动力 不断地向上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你就是夏天里的一朵紫薇花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谢谢姐姐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状况 不是因为他的母亲里去 而是因为贫穷 然后父亲的疾病 我愿意给你这个物质上面 给予你一定的帮助 也希望电视机前更多的人 给予你关爱以及帮助 我不希望你被送到别人家 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感谢那些虐待我们的人 感谢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得以成长 但是我们真的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种地方去 让他们去感受所谓的艰苦吗 很多人不会这么做 但是只有三个字 没办法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 你说呢 你不能去想说别的孩子凭什么现在都可以吃肉 我现在顿顿没肉 别的孩子怎么父母都在身边 健健康康 可以宠着自己 我为什么不能 没有办法 我不会这样想 对 你不这样想就好了 因为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现在你的命运就是这样 但是不可能说将来的命运都是这样 只有努力 那我觉得你 不会过太长的时间 就会好些 好吧 这是我们栏目组给你的一点心意 谢谢叔叔阿姨们 希望能够帮得上 虽然是悲水说心了 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上你一点忙 但是夏威永远记住一句话 人无论难到什么时候 首先还得靠自己 来 祝福你 坚强点 祝你爸爸能够好一点 也祝你快快乐乐长大 来 请回 谢谢叔叔 再见 谢谢 13岁的夏威 在父亲病重后 用瘦小的肩膀 坚强地挑起了 照顾爸爸 爷爷奶奶的重担 虽然夏威的爸爸 试图通过电视平台 在自己很可能不久于人事后 帮夏威寻找到一个好的家庭 但我们看到的客观现实是 夏威离不开爸爸和爷爷奶奶 而夏威如果没有了夏威 很可能就会失去最后的力量 所以解决夏威的问题 关键是 他在承担照顾亲人的重担的同时 能健康地成长 所以 我们能给予夏威的支持和帮助 不是领养 而是和他一起 帮助父亲早日走出病痛 早日获得健康 我不相信那个人日子能过得太好的 我真不相信 但凡是有一点良知 我不相信他睡得着觉 咽得下饭 然后再看到自己再次生的孩子的时候 他能不想这个孩子 如果你想 来看看他 就这样 就这样 いい 那 什么